好 然后呢那个晚上呢 我开始呢在思考 一个四个字叫人生的价值 我在思考的几个问题 各位朋友你一定要抄起来 我是谁 我要成为谁 OK 谁是我 我要什么 我正在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各位朋友这几个问题 你有没有尝试思考一下 你是谁 我的老师跟我说 人哦 这个人生是有package的 听懂没有 只有两个 一就是成功 第二就是失败 没有刚刚好的 各位朋友 如果给你选的话 你选择成功的几手 选择失败的呢 那些不几手等于什么 平凡对吗 我不要成功啊 我就不要成功 好我就讲给你 等一下我不要讲成功 我就讲讲退休 退休也有package的 富贵山庄也有flat low 也有semiti 也也是有那个 你不几手 我再问一次 人生有两个结果 一就是成功 第二就是失败 想成功的几手 想失败的几手 还是有没有听懂 人生有两个结果 一就是成功 成功的意思叫做多知多彩 另外一个叫失败 叫多灾多难 你要哪一个多 想要多知多彩的人生的朋友 几手 OK你终于听得懂我讲人话 因为我讲话你要共鸣 不然再讲下去没意思 听懂吗 是不是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有 是不是也有package的 你会突然间一觉醒来 哦我很成功了 很有钱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等 你想的美 今天你也不会可能啊 撞鬼啊 突然间醒来 我这么在听这个肥肥uncle讲课 有没有 没有是吗 是不是因为经过计划跟规划来的 对不对 OK好 谁知道什么叫GPS的几手 GPS 知道GPS对不对 GPS不是在还没有用的时候呢 导航系统需要叫你set那个destination的 对不对 各位朋友 同样的我们的人生 55岁的生活 就是现在你开始要set你的destination的 不然的话呢 定位不当 终身流浪 各位朋友 你要记得 这里有些长辈 我相信 你一定会感同身受我讲的东西 OK 所以各位朋友 我是谁 有一次我在新加坡讲课的时候呢 一个从英国伦敦毕业的一个硕士 刚刚给老板吵架 然后就心不作 然后就来说 老师我真的很生气 我老板 我讲 头头疏扎老板 然后最后他跟我讲 老师 原来我才发现 我的老板 只读小学二年级 所以我跟他说 你跟你老板之间的关系 只有两个字就能够解决了 叫定位 虽然你的老板 OK 只小学二年级 但是一开始他的定位就不一样 你念这么多的书 你就叫做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间找不到自己 有一个博士 要渡江 然后呢 就在渡江的时候呢 就就闲着没事干 就开始喜欢玩考试 因为博士 就有的读太多书 思想太复杂 恐怖的 他喜欢考试 考人家 他以为他知道的就是全部 最厉害的 他就问 船夫啊 船夫啊 我想问你 你知道什么叫天文吗 那个船夫说 我什么书都没念过 什么叫天文我不懂 你生命剩下60% 然后呢 是啊 剩下60% 就在挖挖挖 这多半个小时 那个博士又考试 船夫啊 船夫 那你知道什么叫做地理吗 那个船夫讲 我不知道哦 那你生命剩下20% 然后突然间刮风 哇 那个船有的很厉害 这次船夫就问他 博士博士 你懂不懂 什么叫做游泳啊 那博士就讲 他什么都不会游泳 哦 那你生命剩下0 哈哈哈哈 很多人啊 学很多的东西啊 到这一辈子啊 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才悲啊 听懂没有 等一下我讲一些数据给你听 各位朋友 你是谁 我是谁 从一开始 你的定位很重要 听懂没有 我们心里想的 跟我们现在看的 跟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我们必将得到的 听懂没有 如果今天的你心里想的 你的头脑想的 跟你嘴巴讲的 各位朋友 我们是谁 有四种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一个叫做人渣 听过什么叫人渣吗 听过吗 你叫定位成为人渣吗 人渣是什么 人渣就是 自己也不成功 然后对社会没有贡献 还要破坏的 对不对 叫人渣 警察天天很忙 我们天天很怕 就是因为这些人 人渣 听懂没有 第二 人手 听懂没有 人手是手 你们听过什么叫头手吗 人手 你们有看过一些工作 是不用用脑的 然后摆住他那边 他就会做的 有没有 有没有 不用用脑的 你们做的工事 不不用用脑的 很多人现在严重了 他做的工没有用脑的 你的工作如果能够随便被人家替代的 你就叫人渣 听懂吗 扫地的啦 泡咖啡的啦 很多人有一天 老师做安利很难喔 然后我就指那个扫地 那个容易咯你去做 不要啦 对 容易的事情没价值啊 对吗 有没有道理 容易的事情叫你做来干嘛 对不对 你想要不一样的人生 你就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什么叫容易 头脑积水 对不对 所以各位朋友 第三 人才 人才就是给人家用的啦 听了没有 很多人是不是 哇 读很多 很厉害 帮人家管很多的东西啊 做人家的东西啊 就是做自己的事 成就别人的业 55岁归零 就叫人才咯 对不对 然后呢 拍卡片很骄傲 哼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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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n accountant I'm an accountant 我们问他 你的事业是什么 他说 I'm an accountant I'm a CEO I'm a GM 我是问你 你的事业是什么 他没有 你看 一个读这么多书的人 连事业都听不懂 有时谁讲 嗯 打一下 各位朋友 Accountant是事业吗 不是对不对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职业 It's your occupation It's not your own It's your boss career Understand Do you understand 职业并不代表你的事业 你竟然不做看 价钱谁接定 还要骄傲 因为这人在公司 管几个人都很骄傲 这样骑 有没有这样的呢 这样骑 最骑是你啊 你也有把自己生犯换下 对不对 明白吗 所以以前有一个小孩子 拥了一条狗 那个狗是很厉害的 跟人家斗狗 斗斗 每次人家跟他斗 那个狗都被他打死 所以呢就 目中无人 到处找人挑战 有一次就去到另外一个乡村 要进去找人家挑战的时候呢 就在一棵树下 看到一个穿得破破衣服的老叔叔 旁边又有一只 OK 好像没有什么毛的狗 要紧过过后的时候就看一下 诶 这个也是有狗哦 你知道吗 诶老人家起来 叫你的狗跟我斗一下 哇 那他那条 那个没有毛的 不要啦 不要啦 你的一定赢的啦 你的最减的啦 你的最厉害 不要不要不要 叫他起来跟我斗 哎呀 所以那个老人家 给他吵到实在不行啊 就拍拍那个 没有毛的那个狗 然后那个 一二三 那条很会逗的那些小孩子 那条小孩子的狗 不到三分钟 变成漏像 吓死那个年轻人 老人家 你这条叫什么狗 哦 我记得他还没有脱毛 以前叫狮子 哈哈哈哈 年轻人 谦卑一点 有的人我看他走进来那种眼神 你的眼神可以谦卑一点吗 他不知道死 人家上班很快被吵掉 你就死了 真心 骄傲啦 骄傲啦 哈 sorry啊 我是代表孔子来骂你们的 这样 因为孔子的学问就是讲谦虚的 听到没有 我们是阎王子孙 后代不能够骄傲 听到没有 人之 人与人之间 两个人之间要怎么样 尊重 谦卑 谁反对 谁反对几首 好很多在那边 季老师你赢你赢 哈哈哈哈哈哈 OK 人才 另外一个叫人物 你的定位咯 你是谁 各位朋友 当我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开始在探讨跟 你思考 为什么我们生活这么苦 这么苦就是因为 没有人来教我们怎么样定位 没有人可以给我机会 我没有对象模仿 我不知道在去哪里找到我的未来 我不知道在去哪里找到我的舞台 各位朋友 那个晚上我开始在思考 我要成为人物 但是我要在哪里成为人物 我就去请教我的老师 我老师说你模仿我做的事 你跟着我做的事 你听话 你学笨一点 那个时候我想 老师我反对 学聪明的来不及还学笨 等一下我就跟你讲 学笨的智慧 听懂没有 谁是我 谁是我 我的条件是什么 听懂没有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通了 各位朋友 人总共有七窍 你懂没有 很多时候你读很多书 上很多课 你六窍被通了 还有什么 一窍不通 我今天希望你最后那窍你会通 很多人就是最后一窍不通 对不对 是不是 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所以各位朋友 好 然后呢 你到底要什么 你有问你自己吗 你要什么样的人生 是不是应该定位 那个时候我很简单 低 我一个月九百五十块 我就不贪心 我想要赚五千块 如果我在上班的生涯 我要赚五千块 我就要做经理 听懂没有 我是一个diploma holder 然后我问我的同事 跟老板做几年 他刚刚做了二十五年 我问他一接待赚几钱 他讲两千八 做了二十五年两千八 他就是我的未来 听懂没有 我再继续混下去 我就像他一样 明白没有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我不是要这样的成功 我要想尽办法 离开环境 各位朋友 我给你两个字 如果今天你在你的工作环境 跟岗位 或者是你正在做的事情 找不到 希望两个字 马上跑 各位朋友 七天没吃饭 会死 三天没喝水 会死 对不对 一个人没有希望 七分钟你就想死 为什么很多人头地地 为什么很多人很刀 为什么很多人depress 最近你有没有一翻开报纸 不是这个跳楼 就是那个自杀 对不对 上个礼拜更恐怖 还有一个找不到老婆跟孩子 在自己的夜母家外面灵活水烧死 有没有 对不对 然后那个记者很坏他写 这个人在外面灵活水烧死 还殃及那些无辜的花草 我就看这句话 到底 他是 这个人坐着很坏 这个记者 是说这个人死着应该 那些花死到不应该 听到没有 你连一个花的价值都比不过你 还有用 我说 听到没有 以为死了就解决了没有 没有的嘛 所以为什么老师说 在我们的顺境要找退路 在逆境这时候才有出路 这里大家不做安利不听课 今天我相信你都好好的 我知道美里没有经济问题 美里人没有风暴的 美里人 我跟你讲 没有经济不景气的 美里人很多都很有钱的 是啊 经济不景气 有账价有起价 跟你没关系 对不对 你们竟然就来应酬我而已 是不是 哎呀 没关你是 没关你是的 知道 听到没有 OK 好 有人在偷偷笑 哪里关我是 对不对 然后 谁说 不管我是 对不对 OK 不同人 不同想法 各位朋友 还有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跟你未来有关系 你要问你自己 谁现在做的事情 跟他未来有关系 的朋友 几种 少数人 OK 那其他那些是不是已经达到成功 圆满人生 是应该你上来讲我听 对不对 OK 然后呢 我应该做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真的是大策大悟 各位朋友 大策大悟 听懂吗 23岁的某年某月 我大策大悟 我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先抛弃我的理想 然后呢 是实现我的梦想 最后我的梦想会实现我的理想 所以我2003年很努力的去奋斗 然后2006年我做翡翠 我从一个五千 我从一个九百五十块收入的 变成一个月一万块的收入的人 我突然间满足了 然后呢 我就开始觉得 哎呀 很不错了啦 然后就买了房子给妈妈 然后最近我们买一套 给爸爸妈妈 你都不知道哦 很骄傲的咯 我的爸爸妈妈 在新年前就进我们新房子 然后呢 我的姐姐呢 就买了一套很漂亮的皮沙发 给她做 然后我妈妈就坐在上面 就坐在上面 哎呦 以前穷到 我们住那种鬼屋 现在可以住这样大间的屋子 活多十年够咯 我说妈 我本来有180岁的命 我则80年受 我活100岁就好 让另外80岁给你 听到没有 我希望他们能够长命百岁 看到我们的成功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五个兄弟姐妹 非常的骄傲 有一天我的朋友问我 叫Cin How 你们做也没做到怎样 我讲不会很 不会怎样啦 但是要穷是没有机会 差一点童鱼子滚下去 对啊 你一天一天看到我是 越来越胖 越来越好 越来越富贵 对不对 没有啊 我们换城换房子 我们天天都在过着很有希望的人生 那明年游上钻石 然后上完钻石 2015上完冠大石 我们钱整次用不完 各位朋友 你要叫我装痛苦 我装不出来痛苦这样的 各位朋友 这个要抉择 人生最难的不是努力跟奋斗 是抉择 事情发生并不在意好坏 还是想法 我没有恨我那个骂我的老板 到今天我很感激他 你知道吗 23岁的那一年那一日 他骂我 让我的生命 从此开始产生了很多的变化 因为当他骂醒了我 当我开始想要改变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的安排 陆续的接着 接着接着 安排到我边上 然后呢 我掌握了机会 最后呢 我改变了我的命运 不是改行 命运改变